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谓三法印 应用在生活上 请开示 第一个问题先回答 三法印 何谓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直灭列盘 三个法印 诸行无常 何解 所有一切的世间的事 世间的物 其实是不单之诸行 万法无常 诸行是生老病死 人的生活 人的由生至灭 都是无常 无常是什么意思 上是永远存在的 永恒的 永恒的 不变的 永恒的 不变的 世界上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有 你告诉我 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永恒不变的 包括我们的身体 也没有永恒不变的 包括你的爱情 你的婚姻 你父子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一切所有伦理道德的关系 伦理的关系 都是在变之中 所以两兄弟很好的感情 会打架 为了欠家产 夫妻为了欠家产 可以网上法庭 可以儿子告爸爸 女儿告妈妈 等等 所以 他们开始的时候 感情是怎样的 非常好 就变了 我们永远都在变之中 昨日如花似玉的少女 今天是老太隆中 所以 你还为何在蜥肉里面打架 你还为何男女 还要在贪亲丝撒盗云网里面打架 诸行无常 没有一件事不是变的 没有一件事不是变的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阴情缘缺 人有悲欢离合 如果今天是很开心 今天如果你的身体健康 你还很开心 你不满足 你还是很烦的 某人说句话得罪你又是烦的 某人做些事得罪你又是烦的 坐轮椅 坐轮椅不能来的 我三十五年前 当时我不是坐在这里 没有一个居士是三十五年前 只有一个 林太一个 你知不知道我们二十几年前 有个云城瓦杂 有个云城瓦杂 云城瓦杂在这里 当时的创办人是有十一位 当时的创办人十一位 最年轻的就是我 三十几岁 现在全部走路 只剩下他们的命 九十六岁 坐轮椅 是画家 九十六还是九十五 我也不知道 画画也画不到 很出名的 我不要说名 叫做云城瓦杂 那些老师是画画 你听听我们的 上面四幅罗汉是冯老师画的 没有人再画得翻 前面的七宝如来碧 又是冯老师画的 没有人再画得翻 画罗汉的专家 你知不知前面那幅壁画 七宝如来碧 制作了三年 是没有人可以再做得到的 有没有人花三年时间 才画草图 画了土图之后 还慢慢用一个遥 逐片逐片烧出来 再贴上去 还要每一片的眼睛 还要画颜色上去 一路填 填完之后做烧 烧到最少一千二百度 然后逐个逐个贴上去 做了三年 他才画一幅 画出来 七宝如来 那幅画在哪裏 就在那裏 看得到吗 我佛上面那幅画 那幅是真宝 就是他创作 根据这幅七宝如来 而造成那幅壁 那幅壁是多长 一百三十尺长 大概 八十多 好像没有一百三十尺 高度十三尺 是我和他一起制作的 诸行无常 为何无常 因为一切事都是有生灭法 没有一件事不是生灭法 有生灭法 有生有灭 就是无常 你今天有个身体 将来你没有了这个身体 是无常的 不但你的身体是无常 你每一个念头都是无常的 这个念头起了 又慢慢没有了 又有另一个念头出来 你的念头是无常的 念头是快的 不是漸刺的 这是顿的无常 很速快的无常 还有漸刺的无常 漸刺的无常是演变成无常 我的身体慢慢慢慢就老了 生老病死了 念头都是无常的 每一个念忽然间有个善念 恶念 不善不恶念 不善念 亲念 念头是无常的 既然一切都是有生灭法 是无常的 诸法无我 是无我的 我是什么 我是有个自性的我 如果从一个个人来说 就是我执 从整个宇宙的理论来说 是一个法执 不要说法执那么复杂 说我执 你日日执着自己 你日日活在贪嗔痴杀道人网里面 不过是粗还是小 有些人是这样的 我没有贪嗔痴杀道人网 我不是 我人好人 我没有贪嗔痴杀道人网 每一个念头都有 有些粗 有些很小 小的念头你起了也不知道 你起了三身之十度人网 念头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修禅 修禅为何要修禅 修禅就是知道自己的念头在哪里 为何你罵了人才知道不对 为何你贪心才知道不对 为何你起了贪嗔痴杀道的心 你还没做 但你不知道不对 唯有坐禅的人不起第二念 他起了贪念 停 他压伏了他的念头 有些禅是看他的功夫 有些第二念压伏了他的念头 有些第三 第四 第五念才压伏了他的念头 有些念头简直不起 那些叫做断灭了我汁 你有没有断灭我汁 你有没有六根清静 有些人说出家人应该六根清静 士仪大师都没有六根清静 六根清静已经超脱生死 六根清静的阶段已经非常高 我们半根也清静不了 不要说六根 我们还要学习六根清静 通常我们认为我是什么呢 六根就是我了 五蕴就是我了 色受想行色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了 其实眼耳鼻舌身意不断攀缘外界 没有一个我存在的 简单来说 直正是当我汁和法汁都灭了 无我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无法上亦 无非法上 金刚经历已经说了 无我上 人上 众生上 受者上 无法上亦 无非法上 即是我汁灭了 得到的涅槃果 法汁灭了菩提果 涅槃果就超脱了生死苦路 菩提果是正无上 正等 正觉 所以阿罗汉已经超越了生死 他不会再轮回了 但有法汁存在 当他回小向大 法汁都殒灭的时候 就入菩提果了 我 moment后 olved Mitsubishi